华林县家长协会办理 111年爱你一辈子守护团 家长教育共事营活动 22号是在玉里的艺文中心 举办了研习活动 有将近30位的教师和家长 前来共享盛举 华林县家长协会办理 家长教育共事营 为了促进家长们 对重大教育政策的理解跟认同 并且密切学校端、家长端 以及教育行政端三方的沟通桥梁 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三环紧密结合 达成有效学习、友善校园 以及适性发展的目标 所以用爱你一辈子刚好的谐音 来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华林县家长协会 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成立了两次的爱你一辈子守护团 每一团各必须要上16个小时的课程 才能完训才有结业证书 从108年课纲实施开始 华林家长协会的功能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作为 以及当前热门的教育议题都非常重要 不管是核心素养 学习历程档案 或是公开教育议题等等 那这个时候家长又要实体 又要远近 到底实体跟远近 就跟现在打 小孩子要打BNT还是打梦格纳 也是50对50 所以家长的心态跟健康 思维是非常重要 另外李市长也针对目前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教育体系也都随着疫情转变 华林县家长协会结合学生家长 保障学生学习权益 促进家长教育权的行使 提升以学生为主体的 优质教育为宗旨 记者高双双 玉立正采访报道